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神奇水和长寿水的传说 在这些传说中 德国的努尔登脑洞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1992年 人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 一个叫努尔登脑的村庄 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洞穴 当地很多得了不治之症的人 喝了洞穴里的神奇之水后 都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许多科学家来到这里探寻神奇之水的秘密 科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 神奇之水中含有丰富的氢气 这就是神奇之水的奥秘所在 那么不禁要问 含有氢气的水为什么可以治病 这就要从导致人体疾病的元凶开始说起了 科学研究表明 损害人体健康的自由基 几乎都与那些活性较强的氧化物有关 它们把与这些物质相结合的自由基 叫做活性养自由基 活性养自由基 对人体产生氧化损伤 这几乎是人类所有疾病发生发展的 最常见和最基本的病理生理机制 生命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那么没有氧化根本不可能有生命 所以有氧化有自由基 那是我们做一个生命来说 这是存在的一个基础 因为你产生能量的过程中会产生自由基 会带来我们身体的伤害 所以我们希望这种伤害更低 自由基不仅来自体内 大量研究数据表明 空气污染 电磁辐射 农药残留 室内装修后 甲醛超标 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 都会产生大量有毒自由基 导致细胞或线粒体的DNA受到攻击 进而引起各类疾病 经过多年的研究 日本科学家发现了比维生素矿物质更稳定 更有效的抗氧化剂 清 大量的实验数据显示 每天补充氢分子 使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 清除过量氧化物最有效的方法 清对各类疾病过程中的氧化损伤 炎症反应 细胞凋亡和血管异常增生 都有治疗作用 没有氧气人是活不了的 但是没有氢气人可能是活不好的 现在我们就从氢的研究 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 就是叫选择性的氧化 氢气就是专门对这些 有毒有害的活性特别强的自由基 有选择性的综合作用 所以氢气我们认为是一种选择性的 抗氧化的一种工具 所以它能够比其他的 过去我们平时说的那些抗氧化的工具 有更大的优点和优势 所以这是氢气治疗疾病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随着氢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 氢的独特功能也越来越多的 被发现 氢不仅具有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还具有扩散性和渗透性极强的特点 它还是迄今为止 发现的极少数没有任何毒腐作用的 最优越的抗氧化剂 作为氢分子来说 这个分子它是个最小的分子 那么既然它是个最小的分子的话 它实际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可以很快地就到达身体所有的部位 那你比如说有些大的分子 像维生素啊 维生素C维生素E这样的 也是抗氧化 还是还原性的物质吧 它想进入一个蛋白质的内部 很难 但是氢气可以进去 所以氢气这样一个东西呢 比其他的一些物质来说 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它的扩散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氢气作为一个抗氧化的手段 和工具来讲 它确实是有其他的物质 不具备的一些优点 氢元素排在化学元素周期表的第一位 是宇宙中最小最氢最多的元素 宇宙中90% 人体中63%的元素都是氢 氢不仅是一种清洁的能源 还是地球上所有生命 最基本的抗氧化物质 rise to the 人体中也有在几然后